各位早晨,我最近在Netflix看了出新的電視劇,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我沒有搞錯,應該是出印度電視劇 當然是Netflix拍的印度電視劇,裡面有少量的英文 我不肯定,因為我不懂那種語言,但我相信裡面的人說的是Hindu 雖然他是印度拍,然後是印度演員,說印度話 但他的製作是Netflix一貫拍電視劇的水準 他的預算肯定未達到Stranger Things 但他的水準也是非常高,即是丟本的水準 所以畫面,技術方面,其實是可以的 為甚麼我會看呢? 因為有時我會看英文的傳媒 我看到有介紹這齣 他就說這齣 很多人看過之後,覺得很害怕 但我想說這齣 這麼厲害,要找來看看 即是出了好奇就找來看看 這齣這齣 好像是有五集,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所以就不長 不像Stranger Things那樣長 但總括來說,他的感覺是像Stranger Things 你可以當走Stranger Things路線的印度電視劇 他就說有一群小孩子 即是他說在印度那裡有個城市 那裡有一間大屋 以前住了一個有錢 那個人很有錢 因為他寫了很多鬼故 是一個出名的作家 後來因為各樣的原因 有人死了 各方面 那間屋就丟空了很多年 故事開始的時候 他就交代有一群小朋友 其中特別是有一個女生 他就很喜歡這些鬼屋、探險等等 這邊有一群小孩子 與此同時 以前住在這間大屋的小朋友 小女兒,他已經長大了 於是跟他整個家庭 居住回他以前的舊屋 並且他在這間舊屋裏 發現有一個打字機 所以這齣叫Type Writer 後來在這間屋裏面發生了很多怪事 那些怪事就影響到住在這間屋裏面的女生 他的家庭 亦都影響到打算 整天深思思想進去探險 找鬼 那些小朋友 然後他們就發現這間屋 以前背後更加多的故事 還有一些危險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發生 他們就要快險為宜 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這齣的故事 首先講了我相當喜歡的東西 首先我剛才已經提到 他的製作水平是高的 是好看的 在畫面各方面 是漂亮的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水準拍得好像很透霉 另外 他裏面的演員是好看的 那些演員也好看 那些角色也好看 例如Stranger Things 那些角色是很多人都很喜歡的 他裏面有很多個角色 然後很多個角色都很喜歡 這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這個Type Writer 我覺得他也有接近那種魅力 我是很討厭小孩 很多人都知道我很討厭小孩 但是這齣戲裏面的同聲 是好看的 尤其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經常去找鬼的小孩 我覺得他很有趣 他很醒目 很有趣 很有機智 在這齣戲裏面 表露出來 至於烤天夫人 他也喜歡裡面 其中有個長頭髮 那個樣子很肥肥的 其中一個小孩 他說這個帥哥 他說大過了一定不得了 我們都喜歡他裡面的那些 他還有其他的 大型的角色 例如那個小孩的老爸 是當警察的 那個人好看 可能是印度沒有黑警 但這齣戲裏面 那些警察都是好看的 所以我覺得是相當不錯 還有這齣戲裏面有五集 我覺得他頭那兩集是特別好看 因為你頭那兩集 你感覺到有些事情不太對 不太妥 你又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有些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突然間發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尤其是第二集 一些位置 我覺得是很緊張刺激 某些位置 但是就僅限於頭那兩集 我開始說這齣戲有些不好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這齣戲 他過頭那兩集 你大概觸摸到 你知道是什麼類型的故事 發生什麼事 在那一刻 你又覺得他好像沒有了魔法 沒有那麼吸引 立即變了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是頭重未輕 頭那兩集很好看 後來那三集慢慢 我覺得最不好看是最後那一集 因為到了最後那集 他要搞一些高潮位 緊張位出來 有很多追逐 打鬥 那些場面 這齣戲 我剛才說 雖然他製作好 但是他不是 好像stranger things 有些預算 搞怪獸 搞異形 你明白嗎 他那些特技很逗勵 如果他迫著要做特技出來的時候 他是很逗勵 所以我覺得最後那一集 反而是整個季節最不好看的 我覺得就是有些可惜 我這樣說 我覺得這齣戲有很多potential 你看到頭那兩集 你覺得很有趣 可惜他是延續不了 但是我也很期望 我也想看第二個季節 因為可能他第一個季節 他熬過了 如果他覺得有 可以去馬拍第二個季節 可能他有多些budget 就可以做得好些 所以我也期待 但是第一個季節 我覺得就是 中中間間 但是比我想像中好的 其實也是 所以我給他的評分 就是私家 我覺得值得找來看看 尤其是頭那兩集